在南投水里乡有一名富人 喝了酒之后跟丈夫发生口角 心情不好就走到这个溪旁边 丈夫担心会发生意外打电话报警 有十几位的锦衣销前往劝说 没想到这名富人突然情绪失控 跳下河里 而靠着富人最近的女警 经济之下也跟着跳下去救人 花了十分钟把她给救起来 但也造成了两名远警挂彩受伤 第八名锦衣销用单架把全身撕喇喇的富人 从岸边扛到路面上来 由于距离遥远还要上下坡 大家扛得气喘吁吁 这些意外发生在八号晚上九点多 五十四岁的理性富人九号和丈夫发生口角 心情不好走到西边散心 锦衣销获报之后前往劝说 但是富人却想不开从石头上跳下河 靠近富人最近的女警情急之下 也跟着跳了下去 索性大家合力之下 把富人顺利拉上岸来 而在救援的过程当中 女警撞到水中的岩石受伤 另外一名男警也在拉扯中受到挫伤 一起跟着富人送医 她那个脚 弄到石头里面去 然后脚踝受伤 索性救援顺利 富人没有被湍急的溪水冲走 女警微笑地表示 只是尽本分救人 没有好多这么多 只是希望富人要爱惜生命 别再闹事了 感谢观看